大家好,我是通关时刻 今天粉丝身为风帆 分享了一个进攻回放 他说成功登顶传奇 来去看一下他的部落 真的是很高兴哦 看见没,一个六本的玩家 现在是多少杯啊 五千零一杯 恭喜这位部落成员 哇,真的很不容易啊 一个六本的玩家 哇,太厉害了 看他这样的一个阵型 太厉害了 等了好久啊 终于等到了 以前都分享过他的视频 都是六本的冲杯的 现在他终于无愿以偿 已经成功登顶传奇杯了 这位玩家太厉害了 我们去看一下最后一战啊 他是一个七本的玩家 也不知道这个七本的玩家 有没有冲到传奇杯的 这时候我们不管了 我们就看一下我们这位粉丝 是怎么打完这最后一战的 我想他匹配到这个七本玩家的时候 肯定是很激动的 努力的好像有大半年的吧 一个六本的玩家 他要想冲到七本 真的是太难太难了 现在他终于是成功了 这位部落成员真的好样的 我终于是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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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终于是成功了 然后再终于是成功了 现在还有非常好 我终于是成功了 这位是成功了 我终于是成功了 对面还有援军 援军也没关系 待会看下是怎么收拾他的 这里我们这位部落全员 只需要把他大半迎偷掉就行了 现在他是传奇一 待会打完这一场游戏结束 然后就传奇杯 这位部落全员真的恭喜他 援军清理掉了一个雪怪 法师还有几个小弓箭 还有几个野蛮人一起上 投大本咯 投完大本就功成名就了 太厉害了 这个六本的玩家 在这个翻歌冲杯之后 我也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跟他聊了几句 问了几个问题 往后你还会保持在太坦杯吗 他说会尽量保持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六本到传奇杯 你冲了多久的时间 他说差不多有两个月 两三个月 哇一个六本的玩家冲到传奇杯 两三个月 比我预期的要短很多啊 然后我又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匹配到一个对手平均需要多久 他这里有一个战绩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战绩啊 都是 偷奖杯啊 十三杯 二十杯 十三杯 然后他间隔了时间 一天 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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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间隔好几天才打一次 最久的一次是间隔了四天 其他的时间都是在拼命的冲杯啊 最少也要匹配三个小时以上 才能匹配到一条鱼 一个六本的玩家身处太坦杯 你要想遇到一个对手 一直在那卡白云 要卡白云三个钟头 平均卡三个钟头才能遇到一个对手 这个对手自己还不一定打得过 各位小伙伴们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们 记得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哦 视频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